买五斤送五斤 你敢不敢这么卖 完了吗 我要不疯 我怎么能让你的水果店 火起来呢 太大了 你上次开的花不太行 哎呀 我跟你说啊 那些一看就贵的 保证你一学就费 要用你的给刀 我绝对让你把水果店都给干啥一下 嗯 我要去教会你呢 这两个脸 给你个亲个人 好 谢谢你 你回来 这一共呀 三道方子 最后一道是灵魂 这第一步 来来来 你看 你在店里面呀 选择一个高利润率的水果 比如说这个蹄子 就作为咱的猫头吧 买五斤蹄子 在备选的水果中送顾客五斤 啥 忘了啊 你觉得亏是吗 对呀 亏啥呀 你底部是少赚了一点而已 少赚点我不都等于亏了吗 你算着啊 五斤蹄子158 你利润差不多是个50块 差不多 咱就说送那个桃 好 那个桃五斤多少钱 20块钱左右吧 合得着嘛 就是少赚了一点而已吗 少赚也是亏呀 你先别说亏不亏 我就问你 你在这儿这么干的话 顾客来咱家买水果 还是去别人家买 那肯定来咱家呀 第二道方子呀 所有参与买五送你的顾客 必须得加咱好友 而且每人每月只见两次 你说顾客愿不愿意加 愿意呀 肯定 所有顾客第二次参与买五送五的时候 告诉他 参与的前提是被师转介绍来两个顾客 而且这两个顾客也都同时有买五送五的机会 只要这个循环规则一直存在 我问一下 咱们店里是不是一直都有老顾客转介绍新顾客进来呀 对呀 那咱们店里不缺人流了 你是不是担心顾客掏完羊毛了 然后就走了 没错 才便宜的人多呀 第三道方子才是关键 客户第一次享受完买五送五之后 一定不会筛我们的 不知道为啥呢 还有第二次买五送五呢 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建个群 连发一周的红包 顾客领到红包之后 设定一个水果活动的旁逛基金 他领到红包的 你可以让他用作2块钱5块钱或者8块钱的盗金券 而且线两日之内有效 顾客是不是又来我们家买水果了呀 我有点明白了 你这是假明白 这个方案就叫做双轨拍门 什么意思 就是顾客两次买五送五之后 他不会轻易走掉的 你看顾客通过参加我们的福利 而且每天都领我们的红包 他养成了对咱们水果店的忠诚度 而且是不是也培养他的消费习惯 在这个不停的复购过程中 他就潜意识地认为咱们家水果是最优惠最便宜的 厉害厉害 我跟你讲 一个方子就不过一个门店 一个老板的思路 才能让这个门店的客流远远不断 咱做水果是最容易发家支付的 因为他做的是社区 是社群 他的优点就在于什么 复购料大 他的缺点就在于什么呢 保利多销 难在如何可我们的顾客来做好友的维系 所以你看刚才通过我们这些活动 养成了和顾客的粘性 一旦关系培养起来了 想吃水果就想到你 你的生意能不好吗 结果了吗 好房子 来我直播间 我来教你怎么做生意